来跟进霹雳仪保公寓保安员 遭人攻击伤重不治的案件进展 监控官今天向地庭申请撤回被告面对的挑衅智伤控罪 改由谋杀罪来提供他 一旦定罪 被告可被判处死刑 来看一组社会新闻 公寓保安员遭人攻击后伤势严重 并在医院治疗8个月撒手人团 监控官今早向仪保地庭 申请撤回被告原本所面对的刑事法典 第335挑衅智商条文控罪 改控谋杀罪 根据控状33岁的被告阿莫诺 去年12月29号早上8点到9点30分之间 在医保市区移动公寓内杀害保安员塔瓦 抵触刑事法典第302条文 在这项条文下 一旦罪成被告唯一的刑罚是死刑 退市批准控方的申请 允准案件在下个月18号过堂 被告是在塔瓦拒绝让他的儿子 使用已关闭的游泳池后袭击死者 过后塔瓦送院治疗 抢救期间头部前后进行了8次手术 解剖报告显示 他死于肺部感染 但塔瓦的家人坚持 塔瓦的死和受到袭击有关 而在柔佛方面 则有一名警阶围巡武长的警员 知法犯法把毒品藏进身上而被控 不过35岁的被告否认罪名 根据控状 被告被控在刚过的星期日 下午2点 在柔佛斯里安南警察总部 把冰毒藏进身体内 抵触1952年危险毒品法令 第15-1-A条文 推示过后批准被告以1000令吉 和一名担保人保外 并责定11月3号过堂 在柔佛斯里安南警察总部 在柔佛斯里安南警察总部